背包男把手举起指向男学生 学生索性转头看了一眼 走向人行道和同学会合 但背包男似乎越想越气 拽开红色行李箱大吼 学生吓得赶紧跑开 路人也纷纷转头看向这名背包男 原来背包男手指的男学生的同时 手上居然还疑似拿着一把手枪 父母听闻更是吓坏了 台南火车站晚间11点 金船背包男持枪恐吓男学生 让他和同学吓得赶紧拔腿狂奔 家长听闻真的不敢再大意 当下想说奇怪 他想觉得今天那个喝喝的 那是什么可怜的 怎么能这样 警方巡线调阅监视器 沿路追气证明亮枪背包男 因为他差点撞到某位男子 他怀孕的妻子 所以这名男子就向他指引 并做出亮枪拉滑套的动作 黑色手枪放在政务桌上 有沙漠指引手枪外形1比1的样貌 实质上却是一只打火机 警方不敢再大意 全案讯问后 将男子一恐吓罪嫌韩颂法办 记者赖冠章梅凯婷 台南采访报道 捍卫言论自由到底 抢救中天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